在這裏同大家更新一個澳門的特發新聞 在今日8月6日澳門的施警局報案及緊急行動中心 在今日的上午9點20分接到消防局通知 在路環的黑沙龍爪角海岸境附近發現到一具男性屍體 要求他們派人員去做調查 這件事就在今早7點多 有市民去到上面所說的位置準備釣魚 就發現兩塊大石的那區域中 有人以一條扁身的黎龍繩上釣 於是打電話報警後座 施警局人員對屍體進行檢查 相信已經死了很久 除此之外在屍體上未有發現其他懷疑涉及刑事所造成的傷痕 在身上就發現到隨身物品 有證件及手提電話 身份進一步核實等待 而死者是男性60歲 列了屍體發現案 最近很多人都這樣看不開的狀況 大家就多點關心身邊的人 以及有什麼事都盡量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人幫你手 沒有什麼事過不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